复古灯接到麦林上 看一下我们现在通电 我们打开日间灯 刹车只是那样的 复古尾灯也亮了 低刹灯不只是高刹 那我们现在是走不了车 刹车也解不了系的 刹车灯和日间灯出现的冲突 这是由于低刹灯和高刹灯的线路区别 麦林是高刹灯 如果说低刹灯接到麦林上 就会出现开日间灯 仪表盘提示列下刹车的情况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做出选择 要么放弃一种灯 不然的话就没办法同时工作 那么这里有一种方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使用我们二级管的单向导通功能 解决这个刹车灯电路 在日间灯开启的时候 回流出现的冲突问题 那么二级管接上以后 日间灯开启的时候 它是立向电流 不会导通 刹车就能正常 当刹车灯正常列下去的时候 正向它可以导通 正向电流以后 刹车正常工作 那么这样日间灯和刹车灯就可以 互相不影响了 如果你也出现这种问题的话 赶紧去找一个二级管 接到你的刹车灯上 来试一试吧 一定要注意你 借刹车灯的时候 二级管的方向 前面刹车没有问题 我们重新介绍着 先结束吧 为真正常新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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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